去年俄罗斯的经济总量超过了130万亿卢布 但是这个数字折合起来都还不如咱们一个广东省 它只占了全球经济的2% 而乌克兰体量就更小了 只相当于一个吉林省 从数字上来看呢 俄乌局势似乎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 还都是一些重要的大宗商品的出产地 那这就很可能会从侧面 给全球经济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了 比如说能源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等等能源是路径乌克兰运往欧洲的 它占到欧盟的能源供应的50% 如果这些能源断供了 欧盟一时半会很难找到替代 那么欧盟的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因为能源的缺乏受到影响 此外能源供应短缺 那价格不就上升了吗 这又会加剧全球的通胀 并且会进一步的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 造成这些企业的利润下滑 这对于经济的复苏又构成不利了 现在据说美银行系统已经在出现争论 讨论是否要因为俄乌局势改变三月份加息的计划 再比如说农产品 俄乌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 这两个地方的葵花油料的产量占到全球的50%以上 小麦的产量也占了30% 咱们中国的葵花油 菜油 玉米等等农作物都非常依赖这两个地方的进口 今年我们一号文件里就提出要重视大豆和油料的产能的提升 还要严格的控制以玉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的加工 所以很显然俄乌局势是加剧了全球对于这些农产品供应的担忧了 但是幸运的是 虽然俄乌局势在加剧 可是不管是能源还是农产品 它们在大涨之后都出现大幅回落了 并没有出现单边的上涨 那这就说明市场已经在提前消化了俄乌局势的预期 缺乏进一步暴涨的动力 但是供应链的偏颈可能会继续支撑这些大宗商品 维持着高位震荡 那这个事对于企业的利润肯定会构成不利的影响 至于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行证券有一篇延报做了个统计 他们统计了2000年来16次地缘事件之后 咱们的上证指数和美股的标普500的表现 结果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这种地缘事件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每次都是先跌后涨的规律 短期会受到冲击下行 但是往往会迅速的反弹 只要不演变成长期的事件就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他们还认为说咱们中国是唯一的 具有货币扩张空间的主要经济体 A股有希望体现出一定的避险属性 外资会更多的布决A股 这会为反弹提供基础 而在加息和地缘事件落地之后 3月份的成长板块会有希望迎来反弹 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券商的观点 但其实我觉得吧 这种环境更加考验的是以我为主 自下而上的定例 周末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的实施力度 要稳定经济的大盘 你看我们都已经摔打名牌了 就是不管你们外面怎么闹 咱们都是要加大货币和财政的宽松力度 做好逆周期调节扛过这一关 俄乌事件是带来了很多的风险 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机会 比如说坚韧的经济环境 或许能够加速外资的流入 世界对于美元霸权的质疑 或许可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而供应链的受阻或许可以加速内循环的完善 当然了如果你不放心 采取避嫌的策略 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还是那句话 谨慎参与黄金和原油的炒作 发这个灾难财 前几天我的视频下面还有人评论 说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 每一次动乱 都有靠黄金和原油发财的人 但是你怎么知道 它是靠炒黄金发的财 还是靠收割那些炒黄金的人发的财呢